最近有些人宣誓 如果怎样怎样我就投废票 话说 大家有搞懂这些朋友是打算投哪张废票吗 气象勃勃勃傅成 啊 说错 是李傅成说 如果换注 我会发起投废票 看起来像是不想投给朱立伦总统票 后来他又说 有王金平 就没有政党票 啊原来是连政党票都不投给国民党 时代力量逢光远退选 他说要投废票 这很明显是在暗示不想投给民进党候选人 吕孙琳区域立委票 没错 即将来临的2016总统兼立委大选 每个人一共会拿到三张票 总统票 立委票 政党票 总统票与立委票好懂 就是最高票的一位候选人当选 另外还有一张政党票 看起来很不起眼 但其实他会决定34席立委席次与政党补助款大饼如何分配 投好投买 搞懂政党票 Let's go 政党票选什么 以政党票比例分配34席不分区立委的席次 不分区立委是什么 立委分成两种 一种是包含原住民立委在内的区域性立委 另一种就是不分区立委 不分区 顾名思义 这种立委常常负责跨区域议题的质询 或是具有某种专业领域能力 例如外交国防 经济 财政医疗专业等 但偶尔也会有点小出锤 变成只听党意的搭手 看起来很好啊 有什么问题 不 政党票有两尊门神啊 请看 政党票的第一尊门神就是5%门槛 5%以下 一席立委都没有 5% 听起来还好吧 以2012年立委选举为例 要超过65万票的政党才能拿到席次欧 除此之外 政党票还决定政党能拿到多少辅助款 民众每投一票 政党每年可以拿到50元 但前提是要超过3.5%的门槛 没有超过 一毛都拿不到 虾米 这样小党不就很难生存 说好的多元声音进入国会呢 对的 像是日本 法国 德国的门槛 就定在0.5%至2%之间 比台湾比很多 而固者月付 2012到2016年 各党得到的补助团情看图 那该怎么办 阿草真心推荐 用议题选立委 看立委表态 立委出任务 立委投票指南 看立院即时动态 握草国会无双 公都盟 大家常说国会乱象 蓝绿恶斗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是政党票门神太狂了 小党声音进不去立法院 你的一票决定下一届国会的问证品值 让我们用议题选立委 投跑投买 搞懂政党票 认同请分享